所以事後是不是有可能還會有變化 近平委員怎麼看 韓國瑜今天雖然是高招嗎 給黃國昌給他沾下去 然後這樣子 緩和藍白之前的這種氣氛 同時又爭取到民眾黨的支持嗎 我覺得這個政治就像一場戲 禮貌上跟場面上你不得不做這個禮貌上的動作 那而且也不能 可是禮貌會不會演過頭啊 就像你說演過頭 我看旁邊也笑得很開心 我說觀眾也好 或是你看江啟臣 然後黃珊珊都笑得很開心 我有點訝異 也會訝異 所以對民眾 如果是你你會笑不出來嗎 我覺得在那種場合下 怎麼說笑 尷尬 也得擠出一點笑容吧 我可以感覺你應該也看不下去 因為戰戰兢兢啦 因為老實說 就是報紙一個問號 所有媒體和全國的民眾都知道 他們是一個關鍵的巴西 但是那關鍵的巴西就變成說 藍綠的籌碼他們都想要拿 那李子面子都要 現在影響力有啦 欸你們藍綠不管誰要選立法院政府院長 都要來找我 都要來拜會 都要來看我的臉色 都要來面試 講好聽點說 要公開透明呢 還是要閉門會商呢 都尊重當事人 可是一開始他們談的一定都說 先閉門 然後閉門完之後再公開像這樣一個 接受大家訪問 後來韓國瑜那方面 他們又在跟他們談論 就是那個民眾黨黨團辦公室 跟韓國瑜辦公室接觸說 你要公開透明嗎 還是怎麼樣 柯碧不是又講了一句誕書 如果不肯閉門了 那就是來過場而已 這一句話其實 講的雲淡風輕來過場 但是注意 過場的後面兩個字而已 就是說你只是來演演戲 那種演戲甚至不到位 我可能就 柯碧意思就是要密門嘛 就是要談條件不是嗎 所以嘴巴雖然講說 哎呀 我們尊重當事人 當事人願意公開 我們就配合公開 當事人要密門 我們也尊重當事人 但是他後面講說 如果不願意密門的話 就是過場而已 所以我說重點不是過場 那兩個過場 過場就是跑龍套跑跑腿 我只是一個形式 哎呀中將你要投給我 好拜拜 我就走了 我一點誠意都沒有 不想跟你拉票 這在我們民意代表 像我們跟于宇言 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空浪民眾的話 如果是這樣 就算人家不支持你 你跟他是敷衍兩句 哎呀這樣 哦那個是大忌啊 在選舉 所以變成 韓國瑜跟江啟臣不得已 你選舉的時候 就變成要 好像看他們的臉色 要做這個拳套 把這個整個做完 那當然這是民主政治啦 這個不管是四年前 他們是 怎麼樣站在對立層面 然後怎麼被 黃國昌這個痛打 然後韓國瑜 怎麼樣告他 可是到了這個捷骨眼 的確需要 那巴西的這個投票 那最後是不是真的 巴西會投給他 你覺得巴西到底會不會投給韓國瑜 我還是覺得不會 真的嗎 因為我覺得團進團出 他們最可能的狀況 起碼我的理解是 第一輪應該就是投自己放棄 不會投藍也不會投綠 我們在節目中 討論過很多次 就是 他們不願意被貼上小藍 當然也不願意被貼上小綠 可是剛剛名譽說 韓國瑜是希望民主黨這八票 都要投給他 那當然啦 投給他的話可以過半數就贏啦 就像民進黨也希望他們這八票投給他 投給他也是 他這八票投給不管游錫框還是韓國瑜 都代表那一組一定會贏嘛 所以國民黨當然希望能夠贏 國民黨民進黨的想法最推出了立法院政府院長的人選 都希望當選 都希望任何人能夠投他們 但是民眾黨就很明顯的就是 我覺得我看你藍綠這樣子 像我看藍綠 我覺得最悲哀的就變成是藍綠 但是最重要的一個狀況 藍綠都被白銀綁架 對是有這種情況 這其實就是王立川殘期在講 也是我講的嘛 好喔 你提的所有改革我都好喔 我都打勾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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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請問你要怎麼投 對不對 少吹牛嘛 出什麼考卷 我全部都打OK啊 請問你最後要怎麼投 還好 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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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在阿姨